第三次的會議記錄 我們宣政府公局長主管 各位民队記者、各位貴賓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 先讀上次會議記錄 第三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上午93分 地點 本會議事廳出席陳副議長一躍等19人 列席 民政處陳處長洪基等24人 來賓各報社記者等28人 主席陳副議長一躍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波 記錄 魯正道林綠云王立賢 黃旭平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議事之成 議事組宣讀第二次會議記錄 二 各局處工作報告 具有民政處 經濟發展處 建設處 水利處 農業處 教育處等 三 主席財事 預言所需資料 請各局處如期送至本會 四 散會 上午12時04分 以上 我們上次 上次會議記錄 各位董事有什麼意見 沒有 我們就比較前了 我們今天排庭的議事日程是 也是業務單位的工作報告 今天有地政處 新聞 行銷處 行政處 總和規劃處 人事處 主席處 政風處 警察局 我們現在開始為地政處來 來 大會主席 張議長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 黃秘書長 以及我們議會 及本府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 記者 理事先生 各位鄉親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首先 我要代表地政處 感謝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 在這半年來 給地政處的支持 以及指導 那地政處的書面報告 這半年的成果在 書面的179月到183月 那首先我要跟議員 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報告 這是說 我們地政處 狹下有四個地政事務所 那各個地政事務所的同仁 其實他們 平常的工作也非常辛苦 那壓力也非常大 尤其有一些登記案件 他們有時候還要國賠 專業度非常高 如果辦不好 甚至要國賠 那也經常 各位在媒體看到 有些登記錯了 那被偽造 那甚至會被 追究一些責任 那 所以他們在平常 各事務所的業務 他們 尤其登記跟測量的人員 他們 工作的流動力 其實非常高 那人員又缺少 然後工作壓力又大 所以我也要在這邊 正式的跟他們表達 肯定他們平常的努力 以及為民服務的工作的績效的表現 那也謝謝 再次的感謝議員 對我們地政處 以及各個地政事務所 預算的支持 以及設備的編類 尤其現在電腦化以後 我們其實經費更少 那未來我們可能要編列一些資訊的設備 尤其要跟上數位的時代 那服務的品質要去加強 所以未來的經費也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那也希望議員 持續給我們 編測 以及鼓勵 以及指導 那接下來我就書面 比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跟議員做檢料的口頭報告 那在地籍方面 我們這半年來的成果 土地登記案件總共辦了25273件 總共73693筆 那護帳的部分也是非常多 護帳評審在地政事務所也是非常環盲的工作 尤其天氣這麼累 他們要出去在大太陽底下去工作 所以他們接受護帳的申請是4114件 總共6527筆 然後我看你的地籍清理的工作 另外在於我們加強衛民服務的部分 尤其是世衛化的網路時代 所以推動那個地震電子閘門的申請 電子地籍土騰本 總共辦了53484件 那地籍土騰本是15057件 那這些都是要護費的 就是民眾或是代書 幫民眾申請的時候要護費 所以這個也在其實也替我們本府增加了不少收入 另外就是地震資訊網路的橫向的服務 就是機關的對機關 那這個是不收費的部分 那這個半年來我們也辦了71661件 那在地價測量的部分 地價其實目前的土地徵收 其實對土地的公告限制也好 公告地價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土地 就是前半年我們總共辦了29個案子 那有885筆的土地徵收 那其實徵收現在的徵收作業 越來越困難 因為民眾的意識提高 再來就是辦理我們地籍土重測 那縣政府總共辦了3928筆 面積是341公頃 那狗土策略中心也協助我們辦了152公頃 另外就是地籍土的塑化整合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是基礎的作業 那這個我們陸續在辦理中 另外工地撥用的部分 我們接受各個機關申請撥用的土地 總共29件114筆 面積是26.1893公頃 再來就是我們也辦 可以持續在辦理區域計畫的編定 那補班編定的部分是525筆 面積是24.0893公頃 那其他更正編定 還是變更編定也繼續在辦 那在地遣的部分就是徵收的案件 那徵收案件這個是尤其是公共設施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徵收的案件 總共有15件362筆 面積是18.2942公頃 那在重畫的部分 我們也持續在辦理 那個早期農地 農水路的更新改善工作 以及農水路的緊急修復的工程 那這些都是 我們除了我們縣的配合款以外 那我們都持續努力在爭取中央的補助款 來配合辦理 另外書面報告沒有說的就是我們 在今年上半年我們在4月1號 我們已經將嘉義交流道的後運轉運中心的 勢力重劃我們已經報到內政部去審查 那4月1號修正通過以後 那因為兩個縣市要同時核定 所以嘉義市的進度比較慢 所以到現在4月1號審查完以後 到現在都還沒有接到內政部的核定文 那等到內政部核定以後 我們會持續來辦理整個轉運區的開發規劃的工作 以上做檢料的口頭補充報告 謝謝各位議員 我們女士先生給我們的支持以及鼓勵 那我們會持續為我們民眾來服務 那為了提升服務的品質 我們會加強員工的來教育訓練 那也我們會協助員工來 尤其是在專業的程度上面 加上他們工作壓力的部分 我們會持續來補充我們的人員人力 那讓我們的服務的品質能夠再一次的提升 那也謝謝各位議員的幫忙 以及協助 以上報告完畢 來 我們這個地政主齁 工作報告 各位同情有什麼意見 來 蔡議員 蔡議員 秀長喔 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面非常相信 現在有一件事 這是我們的鄉親 尤其在我們遠海地區 這個會反應地 現在在我們的工作重點裡面 我們可以在地區 第一 第一說在三星王減州當中裡面 的這個造業的工業 第一 電容裡面 在目前為止 在我們三市府檢資當中裡面 電容的轉換器 可能這個部分裡面 是不是我們盡量了解一下 因為他已經在變化 調到當中裡面 自己的報告 我們剛好在頂年度 的半年剛好在換這個換用 這個 國鄉定公司都 陸陸續續都差不多要完成了 這個部分我們也繼續在調 鄉定公司 因為有在負責 包括他們在換用的當中的求分 這個部分我會很照議員 其實我們會加強來辦理這個 再來第二點喔 要拜託市長喔 可以在全國的地震會議當中裡面 可以在換用 第二說我們嘉義元園的地區 是一個第三 地層下陷的嚴重地區 在地層下陷的嚴重地區 這個部分 這個地層下陷嚴重 這幾日 是不是在我們 法令當中的地方的法規裡面 可以去拿掉 因為在這個地層嚴重下陷地區 對在我們圓海裡面 在公有土地裡面的作用 甚至要生存 甚至要買的申請 這對我們圓海地區 這些經濟者 這些 這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儲害的地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中 在我們全國的地震會議當中 可以做一個 社區社長的歡迎 大會主席議長 各位議員 感謝蔡議員 對我們這個沿海地區 地層下陷地區 這些土地的 尤其是 包括公有地也好 私有土地也好的關心 那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是水利署公告的一個區域 那其實 這個東西 就是變成公有地 如果你是在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國有查安署 他就不再續租 甚至有些租位到就收回了 那這個對於民眾的潛力 事實上是影響很大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來反應 那其實他還未來 涉及到土地的開發的部分 那 沿海地層下陷地區 其實他還 更嚴重的問題 是受到私地法的管制 所以未來 我們沿海地區的要開發 土地要開發 未來會更麻煩 而更困難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來反應 議員的意見 以及地方民眾的意見 那其實這個意見 我們也都知道 那 因為 法令都是中央在定 所以我們會持續來反應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來 詹議員 謝謝主席 大家早安 處長我要請教你 你在工作報告裡面 我沒有看到那個 太保市地重劃貨物 轉運中心目前的進度 報告議員 我剛剛有補充口頭報告 就是說我在書面報告裡面 沒有報告 因為 在 等於說上半年度的作業 我們是把 從 開到開說明會以外 那把重劃計畫書 擬定完 報 內政部 那內政部在4月1號 審議完成以後 其實他是修正通過 還有很多東西要修正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修正計畫書 早就報到內政部 那嘉義士的部分 他修正的部分又被退回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 所以還是沒有一個 沒有核定下來 沒有核定下來 所以他我剛剛有講說 我們等核定下來以後 我們就會馬上去做 規劃的招標作業 尤其是整體的設計規劃 那這些後續的工作 我們會持續來做 處長他講說未來的話 如果一樣你們有類 可以像這樣說明會 為什麼一樣再通知 通知一下 是 我會通知議員 以及我們議會 各位議員 以上 謝謝 來 對財政主感謝還有什麼 沒有嗎 沒有來請回座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 新聞行銷主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議員 新聞行銷處的報告 我們的業務重點報告是在第33頁到第55頁 那麼我們的工作報告是在第185頁到189頁 我們目前分成三個方向來跟各位議員做簡報 分別是行政行銷以及公關 在新聞行政的部分 我們主要的業務 我們已經這半年來完成的也包括了有節目業者以及出版業者的輔導 有線電視業者的輔導管理 那麼在有線電視業消費申訴案件的這半年呢 有大概有12件 我們也在104年完成了有線電視的收視滿意度的調查報告一件 那麼這個收視滿意度呢 是由3379份有效問卷做出來的 目前平均值的滿意度是76.1% 同時我們也完成了審議105年有線電視基本費率的部分 那麼在行銷的部分呢 我們則是在這半年完成了三立民視等電視台的故宮開家門嘉義賞登區的CF露出 來做我們的憲政行銷 那麼同時也配合故宮南院開館市營運製作了30秒的CF的短片 那麼在我們的日安嘉義刊物的部分呢 這第15期已經出刊了 第15期是以籌建十安大樓為主軸 第16期呢尚在編制當中 這16期我們會以故宮南院作為封面故事 並且要企劃幸福田園 加持未來自在旅行三大單元 那麼每期會發行兩萬四千本 其他的行銷科相關的業務呢 則還包括了製播憲政行銷短片 我們在過去的半年完成了近30個主題短片 並且在兩家有線電視 國聲以及大洋的頻道來播放 其他的業務還包括了 氣質整合文宣戶外廣告以及地方有線的跑馬宣傳 並且印製了105年的日曆以及猴年的吉祥物 去年的日曆我們總共印製了有四萬六千本 影視協拍的部分 過去的半年我們完成了 台式八點檔加油美玲 以及目前還正在拍攝的電影叫做 《柯豐春的協助》 那麼公共關係的部分 除了媒體公關以及協助各局處辦理記者會之外 我們過去的半年也完成了許多的外賓接待 包括了像是日本近鋼盤田商會的來訪 意大利經貿辦事處代表的親訪 還有近鋼知識參訪團以及近鋼日華友好議員的聯盟團參訪 那麼其他還包括了LED看板相關的重大訊息 或是影片的發布 在國內外媒體的部分呢 我們在過去的半年也完成了包括外國媒體 路透社美聯社以及烏克蘭網路電視台等等的專訪 那麼當然都是以報導我們文化觀光相關的議題為主 以上報告 我們新聞行銷處的工作報告 各位榮人 來 是 陳議員 我有一件事情要請教我 我剛剛看 你都有一些人家來參訪 可能我們都有邀請他們參序一些活動 對嗎 是 那像什麼議員友好團 什麼那個 那我們怎麼不知道 還是有一些議員有去 然後你們是選擇通知哪些議員嗎 報告議員 如果是以這個日華友好參訪團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個團我們其實沒有邀請議員 那他們這次來是來參觀我們的火場會 我知道有一些譬如說 那我想說你們請他們是用我們縣政府的錢譬如說辦餐序還是 是 因為我看為什麼有一些議員可能他們有參加 那我們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訊息 那你們是怎麼樣下去做區別下去做通知 報告議員 我剛才所說的這幾個團應該是沒有議員參加的 因為這個是他們來做這個憲政參訪 因為我在臉書上有看到照片 然後可能你們一起餐序的照片 餐序嗎 對 就吃飯用餐的照片 對還是我再找一找再提供給您好了 好的好的 好 謝謝議員 那我希望說未來的話如果有任何活動 其實應該是要一致同仁 就是全部都一起通知 而不是說就是個別的可能 欸怎麼有幾個議員有去啊 好的好的謝謝議員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議員 要還有嗎 不然我們問看要還有嗎 你們要這邊就那個 沒有齁 沒有齁 沒有齁請坐 嘿嘿 來 請勝出 今天的大會主席 張議長 秘書長 以及我們各位在座的議員理事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我們議長 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這半年來對於行政處的一個指導 那我們的工作報告在書面資料的 重點報告在37頁 那工作報告在191頁到195頁 請請大家參閱 那我就 將重點的部分跟議員做個簡單的報告 那行政處大概都屬於幕僚工作 那工作上我們分為 事務跟文書跟出納以及法治 那在文書方面我們 為了加強我們所有的 行政的一個程序 還有一個效率 我們推動得來書的一個立即 縮穩的一個作業 那另外單立窗口方面 我們立即在推動一個 總發文的一個單立窗口 來提升我們所有的文書的一個行政效率 那在出納方面 無外乎大概就是薪資方面的一個處理 那我們在辦理跟廠商有關的一個 把關品的收支作業以及其他的一個相關 我們為了服務大家 所以我們也立即來推動一個 中午不打烊的一個服務大家 那在事務方面 業務是相當的繁多 那我覺得重點的部分 就是目前比較重要的部分 在節電方面 我們推動辦公室的一個節能計畫 包括節電、節油以及節水的部分 那雖然我們像節電部分 我們也都是同期的部分 也都達到我們的2.9的一個目標 不過最近的一個天氣的一個氣溫相當的高 我們也不以節電為目標 我們還是以同人還有洽工的民眾的一個舒服度為原則 所以在這一部分我們 像這幾天我們大概都是上班來 我們大概超過30度我們就開始開冷氣 然後我們同人大家清潔人緣大概6點上班 我們就先把我們中庭的一個遮陽網 先把它打開 這樣的話也可以降低一些溫度 另外我們在我們的頂樓 我們也設置一個太陽板來降溫 這一部分我們都持續在做 來節省我們店員的一個部分 另外在法制方面我們為了強化我們的法制一個功能 知識條例我們定定有一屆 那修正者有四屆 其他都是一些修正的案件 所以國家賠償方面我們總共有三屆 另外在於消費者調節案件我們總共有17屆 在受理民眾依法來提起書院的一個案件 我們總共有41屆 那以上是行政處的工作報告 那請我們議長副議長以及我們各位議員師先生都可以知道 謝謝 行政處的工作報告各位議員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請回座 謝謝大家 規劃處 來 大會主席 張議長 黃秘書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半年來對綜合規劃處的指導與協助 那我要也要在這邊感謝我綜規處的同仁 這半年來一起的打拼 那綜合規劃處的工作報告 重點業務在39月到40月 工作報告在197月到202月 那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與 那再要報告如下啦 那第一個我們完成了我們嘉義縣政府 各單位105年度施政計畫的變革 那我們改以績效策略目標的模式 讓各單位更明確地來呈現 年度的施政目標跟重點 並以目標管理的模式 讓施政計畫有更明確的廣告 所以我們變成計畫端 我們是非六都開放最多的一個縣市 那我們持續來推動這樣的一個透明化的政府 讓政府的資訊給民眾更多的管道可以來知道 那我們也持續來推動社區營造的公民審議的機制的培訓 希望讓我們的社區營造的公民審議的這樣的公民社會的推動上 持續的來深化 那我們也逐步來推動智慧城市 那嘉義縣其實是一個財政非常不足的縣市 那我們如何來推動智慧城市 我們就是積極來找尋政府相關的一個補助資源 那目前有工業局的4G智慧城市的補助資源 我們有六個計畫案在持續的在推動爭取 那我們也跟公民院合作向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處 來合作推動了一個嘉義縣的一個智慧物聯網的推動過 我們一去7月也可以來開台 那嘉義縣在7月可以開始進入 智慧物聯網的一個新的一個境界 那在憲政先端的規劃上 也首先要感謝非常多議員的指教 那本處整合相關局處持續來推動低碳觀光跟電動車輛的一個先導運行 那尤其是陳柏林議員非常關心 那也是議長非常協助也關心的國家棒球訓練機器 也都成為目前縣府的重要的一個施政的主軸 那有關蒜頭糖廠的活化再生 台糖五分車的岩石 那跟布袋第三餘港的活化 我們重規處跟也都持續與相關局處 持續來推動 我們希望努力的為嘉義縣來找到出路 那最後本處因為是重整整個縣府的所有的陳情系統 半年來我們的陳情系統裡面有1300多件的陳情案件 那在這邊跟所有的議員分享 我們分析了這1300多件的一個陳情案 發現嘉義縣民最關心的十大議題跟議員分享 嘉義縣民最關心的十大議題第一個項目是違章建築 他們其實對違章建築的生物痛絕 也在我們陳情系統可以看得到 第二個是流浪狗的問題 第三道路違規 第四勞資糾紛 第五環境污染 第六廟宇鞭炮 大家看得出來 其實廟宇鞭炮目前在我們整個陳情系統 其實非常多的民眾生物痛絕 那龍損的補助 再來就是清潔隊員的服務態度 那養雞場的爭議跟生育補助 這十大項是從我們陳情系統 上面我們做一個數據的分析 然後做中診之後發現 其實嘉義縣的十大民怨的排行榜 就是這樣子 也提供給所有的議員在問政時候參考 也希望議員的問政跟我們名義都可以契合 我們一起來解決民眾關心的問題 那以上是中規處的業務的補充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中規處的工作報告 各位眾人 有什麼一個表達 來參加張婉政議員 謝謝 那個處長 我要那個雲家家治理會報 就是你們開會決議的那些內容 或是你們討論的事情的內容 是跟議員報告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第一季 那有相關議題 我們待會就提供給議員 是 好 謝謝 然後還有我之前所要的資料 就包括出國的 你們可能各個局處的 好 我會把那個最新的那個連結 給議員 那上面都有 我們盡量減少書面資料 但是我們有一個網站 我會把連結馬上給議員 你這邊在那個 有沒有人募款 喔我這邊是沒有受理到 因為我們是業務當人 昨天有跟各局處要那個你們募款 然後錢是存在哪邊 都還沒有人提供給我 只有政風有跟我說 他那邊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出差的 然後跟那個募款的也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那種故宮開家門 跟一個冬季異想世界 我說各局處如果你們有 一樣你們有從你們那邊經費去支付到 就是這樣的這幾個項目的話 就是去配合有去配合到付這樣的經費 從你們的自己的局處裡面的預算 去支付的話 一樣要提供給我 然後在明天 謝謝 好 今天還有沒有 沒有啦請回答 我們議員在下的資料 是沒有看 說明債還是你接順的以前嗎 那明債 我們接順的以前資料提供給議員嗎 沒有我下下禮拜一質詢 但是後禮拜有三天咨詢 我有空也會跟他們做時間 所以我希望說 拜五個媽在地給我 因為我有提早跟你們說 好 謝謝 好 大家配合 來人事處 大衛主席張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早 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長期以來 對人事處業務的指導與支持 人事處的工作報告 書面資料在第203頁到212頁 重點報告在41頁到42頁 那麼以下就口頭補充報告 第一個是人 我們公務人員是組織的重要資產 那麼我們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的措施 營造互動良好的組織文化 以及提升組織的競爭力 我們本府定定有 嘉義縣政府即所屬機關學校 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那麼以來營造一個 人性化的關懷組織文化 強化團隊的競爭力 打造嘉義新時代健康領域 那麼我們在104年12月4號 我們辦理縣政府的同心樂會 在會中我們表揚 本縣的模範公務人員 以及服務機優人員 來表彰各個領域裡面的公務人員 建築與貢獻 在展現嘉義新時代的藝術思維裡面 進而提升本縣公教人員美學的素養 我們積極鼓勵本縣教職員工 參加行政院所舉辦的 全國公教美展活動 本年度呢 經過本府建宋各機關學校員工的作品 一共有61件 很榮幸的能夠榮獲優秀作品 油畫列第一名 攝影類優選 以及油畫佳作各一件 並且榮獲團體基優獎 那麼人事處在辦理縣政府的人事業務上面 非常需要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的 繼續支持與鼓勵 那麼也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不利應疑於指導 以上報告 我們人事處的工作報告 請 詹議員 請問我們今年機要人員有增加嗎 今年機要人員 那個原兒數沒有增加 原兒數沒有增加 就是有沒有新 我說有沒有新 在請機要人員 沒有 然後我要請問就是 就是說現場市啊 或是各局處有沒有人 就是他們 像你們上班是不是都要打卡 就是要有指紋嗎 你們是怎麼樣拆起 用那個卡片 那有一些 有沒有人 就他是不用 不受限制的 對 有簽準的不用 那你給我哪些人簽準不用 然後 如果他是屬於這樣子的人員 那他們可以在外面兼差嗎 就是或者說他自己有他自己私人的工作 在上班時間去從事的話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 不行 那你們有去做這樣子的查核的工作嗎 這個是我們有給各個同仁 他必須要簽署這個公務員服務的相關規則 他如果違反相關規則 有檢舉成案我們就依法定規定來程序 好沒關係 那你就提供給我資料說是哪些人他是 符合就是上班不用收到我們這邊憲服 就像你們這樣 就簽準不用上下班刷卡 謝謝 謝謝 好 來 請你們請回座 謝謝 來 主記處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各位議員理事先生各位媒體先進大家好 那主記處在做工作報告之前呢要先跟各位議員理事先生呢 感謝這半年來對我們的這個指導跟愛護 那主記處的這個工作報告呢 在書面的第213到217頁 那重點業務報告在第43頁 那以下呢我們在做這個折藥的一個報告 我們在會編了104年度的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檢預算 那也經過貴會100貴會第五六次的臨時會審議通過 那第二個是我們依據預算法第70條的一個規定呢 我們有編104年度總預算第二倍金動作數額表送請大會 第七次的臨時會呢審議通過 那這個這兩個法案呢 經審議通過完成這個法定程序 那在這邊感謝各位議員的一個支持 第三個呢我們依據政府採購法的規定呢 辦理相關的一個監標跟監驗的一個業務 第四個呢我們清理這個障列的各項預訂付款以及保管款等 那第五點呢我們已經會編完成104年度的總決算 那現在是送給這個嘉義縣審計是在審定 第六個呢我們辦理本縣的公務統計方案管理跟審額方面 那以上呢是責要的來報告我們的一個業務 那再請這個各位議員先進了能夠指教批評 謝謝 主席處理工作報告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齁請回座來 謝謝 政公主 大會主席張議長黃秘書長以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長期以來對我們政風工作的支持以及督促 讓我們政風工作能夠順利的推展 那我們本處104年10月間到105年3月間呢 那推動各項政風業務的執行情形呢 那我們是在這個第219至224頁 那重點業務呢是在第45頁 那除了這個書面報告以外呢 那現在請提出這個口頭的補充報告 那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不令指正 那青年施政呢呢 那優惠關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那也是我們人民對我們政府信任 以及其他的基礎 那建構這個連人的政府呢 是我們憲民的期盼 那也是我們憲務團隊 責務龐大的一個重任 那在我們這個有限的資源以及人力之下呢 那有效推動 並且提升本府的這個連結施政效能呢 那帶給憲民一個安居樂業以及充滿幸福感 榮譽感以及有競爭力的連結城市呢 為本處的一個連政工作的這個目標與願景 那因此本處呢 在這個協助機關心理預防工作方面呢 有以下的重要的工作 第一是這個落實預防貪圖的一個預警功能 那為了讓這個弊端不發聲 讓我們公務員不置物處滑碗呢 那本處既所屬正通同仁呢 當發現我們機關出現這個淺存的一個 維斯風險事件的時候呢 那我們都會基先的來協調我們業務單位 來事先的採取防範的作為 來避免這個弊端的發聲 那本處本期呢 一共兼辦採購作業呢 的程序一共有415A 來建構這個公平公正以及透明的採購環境 那另外加強這個公共工程的抽查 一共有14A 那另外這個採購集合小組 集合採購案件一共有93案 並且來落實追蹤管考 以提升我們的公共工程的品質 那另外在這個落實這個陽光法案措施方面呢 那本府以及這個所屬機關 在104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的 申報總人數為646人 那本處除了這個辦理這個財產申報的 這個天表說明會以外呢 那另外為了審核它這個申報資料的真實性 那除了這個一般的書面以及刑事審核以外呢 那本府呢依這個相關的規定 以14%的比例呢 來抽出102人來進行實質的審查 那另外在這個連政宣導方面呢 那我們為了這個促進我們全民參與我們相關的連政工作 深更我們連政倫理的觀念 那本處即所屬這個政風機構 來結合我們各機關 以及各相似的辦理這個大型節慶活動的時候呢 那我們來辦理多元化的一個相關的連政宣導活動 一共有56產次 那另外辦理這個員工法際教育呢 一共有7產次 以強化我們員工的法際觀念 以及提升我們衛民服務的一個效能 那另外在這個維護機關安全 以及公務機密方面呢 那本府呢除了這個定期來召開 機關的安全維護會報以外呢 那我們也督促我們這個所屬來落實執行 本府的一個十月慶典 以及出安工作的相關專案工作的一個計畫 那並且來辦理這個資訊集合 以及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的檢查 那另外針對今年這個2月6號 這個高雄美濃地區呢 這個地震 那造成我們圍貫大樓的一個倒塌案呢 那本處特別在4月1號呢 來辦理這個機關安全維護檢息 那安排這個地震災害預防儀 與這個應變以及火災的預防儀應變等相關的課程 以強化我們員工的一個安全維護的一個效能 那另外在這個震風查查工作方面呢 那本期我們一共受理民眾陳情案件呢 一共有70案 那我們就依據這個獎勵保護檢舉貪戶獨職 辦法及相關規定呢 來這個查明處理或澄清檢案 那以上報告呢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不吝止症 那並且再次感謝這個貴會長期 來對我們震風工作的支持以及鼓勵 那最後記住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我們中風處的工作報告 各位同情有什麼意見 沒有請回座 來警察局 大會主席張議長 秘書長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那首先感謝各位長期對警察局工作的指導 支持與協助 那警察局相關警政工作的資料 詳略於縣府工作報告的第225月到249月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列 那謹就警政工作重點部分 折要做口頭的報告 那第一項部分就是提升犯罪症狂效能 進化有關我們本縣的治安環境 那這一部分就針對我們嘉義縣比較容易發生的 也是重點的工作部分 包括民生切到的案件 詐欺犯罪的案件 毒品的案件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下面有比較詳細的報告 那第二點就提升民眾犯罪預防意識 促進警民合作 共同維護社會治安 那有關這個部分 包括辦理各項犯罪預防宣導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落實165反詐騙專案的這個執行工作 那總計在這一期 一共我們有辦理20場市的先導 那人數有6703人 那另外第二項就是有關強化居家安全住宅的這個房間檢測 那在這一期我們一共有辦理19467件 第三就是有關這個實施關懷訪問榮儀木業者的這個措施 那有關這一部分 最主要是希望從查訪中增加彼此的互動 以及了解民眾的這個需求 第三項部分就簡述切到案件 加強民生切到的真實 那保障民眾財產的安全 那有關目前本局執行這項的作為部分 第一就是落實同步查詐易囂張場所行動專案 來加強查詐以及赫止各類 切到犯罪案件 阻斷這個囂張的管道 那第二項部分就強化掃蕩棄機車 自行車切到犯罪專案實行計畫 並持續推動機車落馬 還有自行車榮儀木機器客馬等服務工作 那第三項就每個月都同我們各分級統合警力 配合縣府經濟發展處環境保護局 以及台灣電力公司編排民生切到案的聯合機查 以及有效遏止各類切到案件 與阻斷囂張的管道 那第四項就是組合警力 快速到達案件的現場 避免事態擴大 淨化社會治安 那有關這個部分 本局在104年8月份開始就成立快速打擊犯罪的隊伍 那這個最主要是希望能夠在案發的初期 我們這個警力能夠很快到達現場 那自亂於出動 那並迅速啟動各任務編主 以強化各種打擊犯罪的這個功能 第五項就是有關那個毒品的掃蕩部分 那這個包括就是有關運用這個氣毒的新策略 亦配合調整氣毒計畫及方向 以茶器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集團為導向 其能向上追援 以斷結毒品來源減少毒品供應 第二就本線有關那個毒品的試用部分 大部分都是以吸食還有施打為止 那這個是當然是比較傳統的一種毒品使用方法 但是因為吸毒以製造運輸販賣這個毒品所形成的共生結構 會影響到各地區的治安 並同時利用吸食毒品人口這個毒癮難以借除的這個原因 致使這個患毒者能夠輕易以毒品為耳 而使吸毒人口從事不法危害社會自然的這個行為 而且目前通訊設備發達從事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 捨去過去以往以電話聯絡的方式而改採以色情媒體 及各種通訊軟體聯繫藉以躲避查詢 而且吸毒者考量毒品來源中斷 而基於指認患毒者造成警方查詢患毒的這個瓶頸 所以有關本級部分以加強網路關鍵字相關的這個查詢 以突破這個患毒者的僥倖心理 達到前面砌毒的這個效果 那有關查詢成效部分 有關本期這個剛剛所提到的本期就是我們 從104年10月份到105年3月份 6個月的時間大概有查後各類毒品犯罪案件 一共有565人 那其中販賣毒品重大毒品的案件的這個 這個刑犯一共有139位 那另外適用持有各類毒品案件的這個 這個患劣員有426位 二 執行應售尿液採驗人 列管毒品人口這個調驗工作 這個部分我們大概每一年都會分四期 一起大概三個月來執行 那有關這個部分大概我們通知道位院的 有572位 那當然裡面 道位率大概有85.49% 那其中 尿液反映成陽性的 這個大概佔的比例是17% 另外有關三四級毒品部分 這個我們也執行行政裁法 這個部分一共在這一期 一共有1805個案件 是做了相關的行政裁法 第六就是有關 渡劫詐欺案件 前面反詐騙 那有關這個目前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 辦理案件的這個管控 集合 提升偵破效能 第二 落實人頭資料庫 建檔分析的功能 第三 就建立金融電信機構 有關這個相關的聯繫的這個窗口 四 加強營業場所外提款機 行手勤務 五 成立詐欺防治中心 強化預防 及打擊這個詐欺的能量 第七點就是有關那個 加強有關A1類交通事故 還有就是 利用我們同等交互訪查 還有社區治安座談會的機會 那加強先導 有關這個 找出往歸的民眾 希望能夠 穿著比較鮮煉的衣服 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 並對於各業造勢的路段 請各相關的分級 編排各種交通機查 路卷的情路 這個 以防治相關交通事故的發生 那 以上是警察局的報告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不吝指教 再次感謝大家長期 來對警察局的這個支持 以協助 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我們警察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同仁 有什麼意見 來來來 沒注意看來 不好意思 沒問題 大家好 這是 現時 我們建議局局局長 各位通 ran 早安大家好 有關 我們局長突然報告 我一個問題 有關這個交通的問題 我請問我們局長 那些浩子會請紅頂的藐視是不是我們 警察局在管理 這要幾廟幾廟 紅頂廟幾廟 前庭幾廟 建設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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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廚的喔 這樣 不好意思 不然我直接先說一下 因為算我本來這次齁 曬告那個 一六七 三 一六七 三 你 要怎麼 要好啊 那那要有問題 來來 換個 換個 旁邊這樣 這哪有問題 妳們注意 要 還可以啊 啊 那個 那個八十二山 他的就 一六 七 三 這天 九 九 九 五 十五 十五 五 十五 十 五 十五 十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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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十 六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六 沒有啦,這個東西找一個機會,你這樣去看一看,看現場啦,好嗎? 他在說紅頂啊,五十公斤啦,十幾個名字到紅頂啦 這點跟... 瞭解總共,瞭解總共 瞭解一下,這樣喔 大主持人,我們再跟議員約,時間就會看 來,還有沒有? 沒有喔? 沒有,我們局長請回座啦 今天,我們所有的局長,我們議員喔 要的資料啦 還是要你們提供,發什麼東西的齁 我希望說,在我們接孫以前,我們接孫是六月齊六 六月齊六就是拜他們嘛 所以說,在我們這禮拜五以前,將這個資料提供給議員 拜六喔,拜六以前啦,好不好 拜六也有上班以前啦 我們星期一開始質詢嘛 請...請稍後的局長齁 遵時啦齁,用這些資料送給我們這些議員 來,散會齁 這個要修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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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那個帳戶 理系? 要修理? 要修理 braking 感谢观看